香港海关10月9日公布,9月开展了代号为红炉的重点打击跨境走私贵金属执法行动。 在于广东省深圳市交界的洛马州管制站及文锦度管制站, 共侦破6宗利用货车走私黄金案件,查获共重约71公斤怀疑走私黄金,估计市值约3500万港元。 共拘捕6名涉案的跨境货车司机,年龄介于32至64岁,包括5名香港人及1名内地人。 香港海关陆路边境口岸科洛马州组指挥官黄真富表示, 本次有3宗案件在连续2日发生,且发案手法相似, 收藏黄金的方法精细,用腰带、牛仔裤带、胶带等包装隐藏。 综合这6宗的案件,我们留意到,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下,跨境的客量大大减少, 不法分子利用跨境货转渠道走私, 其中有跨境司机协助走私集团走私贵金属。 为了逃避我们海关人员的检查, 不法分子走私的手法可谓层出不窮。 值得一提的是,其中两个司机的手法是如出一切的, 两者都是将黄金收藏在特製的腰封暗格里面, 然后穿上身。 每个暗格都是度身定做, 刚刚好摆到一块一公斤的黄金。 香港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, 特别调查科监督李彦平指出, 由于内地与香港黄金价格有较大差别, 黄金常被不法分子用来洗黑钱或走私资产, 他呼吁市民切勿以身释法。 他相信本次系列案件是背后有犯罪集团在操控, 并表示海关会继续追查下去。 同时我们也会与内地与海外的执法部门交流情报, 根据案件的情况也进行一些财富调查, 追查犯罪资金的流向, 以及犯罪集团的指挥链, 或者是幕后的主脑, 希望可以冻结或者充公一些犯罪得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